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占卜有时候可以及时提醒你要注意哪些事情 你可以在自己的扑克牌前面 新陈 新定 专注于你的问题 先抽一张定位牌 再抽一张 挂腰牌 透过这个定位订某的设定 你现在抽到的是 271 弦 初六 这是一个平挂 我给你的建议是 刚开始 你要准备妥当 才能够稳健成型 因为你现在正处于的时空 是一个点到为止略有感应的时候 你抽到的是 嫌 这个大楼的最底层楼 你是一楼的女性住户 但是在这个阳性的楼层 你不得位 所以你做得歪歪斜斜的 还好 你有获得 四楼男性的帮忙 透过四楼男性不断的沟通打电话 你开始想要往上走 可是 当你起身的时候 你就遇到了 二楼 女性 同性相赐 阻挡你 所以你只是想动 但是 不能开始走 所以这就是要提醒你 目前你正在处理的事情 如果你打算出门 是可以 但是 你必须要先做好 充足的准备 你才能够成省 因为现在的能量坡 是一个小湖 越动的稳定坡 在心理调试方面 你要把所有的事情 都用干特图 把工作视觉化 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 这样你心情 才会稳定 心理感觉 才会踏实 这时候你再出门 成功几率 才会比较大